哈喽大家好 刚才前面那段视频 是我昨天晚上 大概两点多钟 录的一段 大家应该能从这个视频里 能够清晰的听到有狗叫声 这个狗呢 是我们小区附近的一个住户的 这个狗呢 大概叫了 从我录顺频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叫了一个小时了 那么我是两点录的 差不多他就是从晚上一点钟开始叫的 然后呢 我也忍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吧 后来实在忍不了了 而且并且这个狗 已经叫的不是一个晚上了 这个狗非常有意思 白天没事 一到晚上就叫 而且越到深夜叫的越厉害 后来呢 我就报警 直接报警 报警完之后 那我就因为警察过来了嘛 我就要跟着他过去 看是哪一家 就是大概距离我们 我住的这个单元 大概有个直线距离 有个五十米左右吧 当时呢 警察就跟他做了一个沟通 当时呢 我不知道这个警察当时 因为我没有上去 因为他是二楼 我并没有上去 我在楼下看着 警察下来的时候呢 我看他那个主人就出来 在阳台上可能在弄那个狗 他把那个狗呢 放到阳台上了 呃 然后呢 我就跟警察了解情况嘛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狗那个主人呢 可能就听到了 我跟警察在下面在说话 他那个 那个女主人呢 就在阳台上 啊 就大放厥词 真是个生耕拜应啊 大放厥词 很不满意 然后呢 当然我也不会 饶了他 对吧 我问你有本事 你下来说话 不要在楼上 结果他就不说话了 那个 呃 警察呢 就中间霍西尼嘛 也懂的 他说哎 行了行了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啊 他已经那个 呃 同意 管束一下他狗 不让他狗叫了 然后把狗弄到房间去 呃 并且也道了歉 哎 我就很奇怪啊 我就问警察 他他向谁道了歉 你上去了 应该是他向你道了歉吗 我作为业主 他吵得我半夜睡不着觉 而且几天晚上 休息都不好 他没有向我道歉啊 而且刚才你看那态度 那是一个道歉的态度吗 然后呢 警察就哎 算了算了算了 就把我拉走了 呃 这个事呢 一个是我对这个狗的主人 对吧 非常愤怒 你这个狗呢 你这个狗呢 到现在 已经最少有两个礼拜了 一直处于这种无人 无人管的状态 在阳台上放任 我对狗没意见 因为狗是畜生 对吧 但你这个狗的主人 确实素质太低 另外一个呢 就像我刚才那个 我就像我们这个视频 题目里提到这样 我家离他家呀 我们住的不是楼上楼下 啊 左邻右舍 不是离他最近的 离他那么那么近的 周围那么多的住户 貌似都没有人出来反应过 因为如果有人之前反应过 应该就轮不到我报警了 可见 应该是没有人反应过 所以呢 我就当时回来之后呢 我就挺有感触的啊 什么呢 就是说 呃 当然我这个话 可能打击面有点过大 但是呢 我也要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 还是有这种 稀释宁人 不惹事 啊 邻居家狗叫就叫吧 对吧 我忍两天 我忍着呗 你想一想 我离他五十米 我听的是一清二楚 而且那个夜深人静啊 那个狗叫的声音 就显得特别的清脆 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住在他隔壁 你都不用住在他隔壁 你跟他住一个单元 我就不相信你听不到 我住那么远 我都能听到 你周围那些邻居 你干嘛去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说话出来 你自己找他沟通也可以 找物业也可以 甚至像今天像我这样 报警也可以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呢 我们这个小区的入住率 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能够到80%以上 80%90%的入住率 所以我就非常不理解 临近他的那些邻居 你们去哪儿了 难道是怕得罪这个狗主人吗 还是说你是有什么心理顾虑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一个邻里间的纠纷 所以真的是能侧面反映出 我们很多国人的这种心态 怕事 怕事 怕到 侵害到自己利益 有的时候也忍一忍就过去了 或者说等着别人出头 所以我回来之后 天亮了 吃完早饭 我就在我们那个业主群 我们有个业主群 差不多两百来个人 我就发了条信息 我就把昨天晚上这件事情 把我的录像也放到业主群里了 我就把这件事说了一下 我说是我报的警 为什么报警 而且 我这个话中间我也流露出来 我说 如果大家都这么纵容 像这样没有素质的邻居 住在你身边的话 他们只能是蹬鼻子上脸 给脸不要脸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 我在群里就这么说的 我知道那个人没有在群里 因为那个人我听说是 后来听说是 心搬过来 时间不是很长 我知道他没有在那个群里 他在群里我也不怕 我那个话是说给谁听的 我就是说给我们这些其他邻居听的 你们住在他的周围 我相信我们两百个人里面 肯定有住在他周围的居民 我就是说给这帮人听的 我说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能容忍他这条狗 两个礼拜了 几乎是天天如此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你们怎么能忍到这种地步 难道你们觉得是没有投诉的渠道吗 还是说你们觉得投诉不管用 你们尝试过了吗 没有 中间我还 私底下我还问了一个 问了一个邻居 他就是住在他们隔壁单元的 比我近很多 我能听到 他绝对能听到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算了算了 忍忍就过去了 我说忍忍过去了 如果你不站出来说话的话 他一直这样 因为他觉得无所谓 你们都不说话 你们都不说话 证明你们没意见 对不对 他把这狗就放阳台 一到晚上12点以后就开始叫 而且一叫 我也真是佩服那个狗 能叫三四个小时 不停了中间 不停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住在他左邻右舍 上下左右的话 你能不能忍受 但是我们邻居的确是忍受了 我是受不了 而且我看他狗的主人 那个嚣张的态度 见到警察跟警察道歉 你怎么不跟我道歉呢 你看见我报的警 你就嘴里好像嘴不狼击的 我能怕你这个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中国人 你在合理合法的 争取你个人利益的情况下 你不要畏手畏脚 你畏手畏脚 最后的结果就是助长这些人 嚣张气焰 难道这帮人他不知道扰民吗 他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探测 这个小区 因为他是后来搬来了吗 这个小区周围这些邻居的底线 你不说话 你一直忍着他 那他就越来越放肆 今天狗在叫 明天狗就四处拉屎 因为你没人说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 中国人 你就是为了争取你自己利益好不好 这些人没有人要求你 帮着别人争取利益 你为了争取你自己利益 你都这么当缩头无归 我真的非常鄙视 住在他上下左右那帮邻居的那些邻居 我还是那句话 到现在为止 没有我在我那个群里 发出我那个消息之后 也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 对没错 不能容忍 怎么怎么样 但是因为大家在里面群里面的用户名 都是自己的门牌号住址什么的 因为是业主群 我没有看到他周围的那几个单元的邻居出来说话 但是那里面是有是有的 200个人里面怎么可能没有他邻居呢 我离他都50米了 你想想 周围 你想想能有多少人会听到老人小孩 老人有的时候睡得清 你能听不到狗叫声吗 深夜半生更半夜的那么大声音 另外一个就是 我对于这次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民警 我也有点意见 第一 他到案速度很快 这个值得称赞 没问题 但是他处理的方式过于祸悉泥 对吧 那我作为受害者 我作为受害业主 难道我不能抱怨两句吗 难道我摸摸鼻子 然后你你那个狗只要是听话了 是吧 那我就一句话就不应该说吗 我不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吗 我也没有开口就骂你啊 还没等我说话呢 你现在是吧 那个业主你现在不满意了 你好像觉得我报警 我多事 然后你这个你这个警察是什么态度了 还说算了算了算了 中间就是啊 霍悉泥 两边拉架 所以这块我也不满意 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国内有发现 有些这个呃 行政单位 现在就是抱持这种态度 霍悉泥别出事 啊 维稳 这个他们就完成任务 不要往上捅 不要让上面知道了 但是这种很容易产生什么 就是暗流涌动 表面一片和谐 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我是这个民警的话 我会要求这个业主 向我这个报案人道歉 因为其他人没有报案 对吧 我报案了 而且民警你是支持我的 这个投诉的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 那那个为什么他直接向你道歉呢 他见他见了警察就怕了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你是公权力吗 公权力不是为 不是为了维护老百姓权益吗 他凭什么向你道歉 不向我道歉呢 啊 我还是那句话啊 对狗没意见 狗是畜生 他不懂事 但是养狗的这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能多少养狗的朋友 能看到我这个视频 我希望也管住你们的那些宠物 你们养什么东西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前提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我跟警察也说了 昨天晚上 我说 如果这个狗今天晚上再叫 我继续报警 他只要一叫我就报警 来吧 对不对 警察就说 哎 不会了 不会了 我已经强调了 他不会再让那狗叫了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哎 中国人你什么时候 才能为你自己的权益 自己的合法 合理的权益 勇敢的站出来